時間過很快 各位兩禮拜過就要過年了 大陸年會大街在野仔已經開始賣了 大陸市的衛生局 瀟風堆 還有瀟寶 這些單位是做會去年會大街那裡去進行 連合的旗車 店頭大部分都是符合規定的 不過只是說今年這個目的普遍都有去 賣種東西都比去年街 過了兩聲到三聲 食材 瀟風的湯 燉像蒜 五百塊和流汽車 旁邊又看不完硬件的頭頭和規矩 大陸市年會大家流著電開 早上未就上點就開始賣花 不然讓瀟風堆比較安心 大陸市政府出動看部門的客家台堆 來替瀟風堆觀光 包裝上面來講的 它有應有的一些資訊 看起來它那邊是有標的 那可能等一下我們請我們藥子這邊 稍微能夠做的一些防護 比較不會被口沫噴到的 除了檢查賣食品還有衛生安全 這種賣五金十塊錢 也要標示清潮商品來玩 像這個廚房紅油大爪 因為沒有標示中文就隨意讓人要求改善 進口的產品的話要有中文標示 那目前這件是沒有 所以我們會限期廠商要做改正 因為之前經過山島 所以都沒有睡的店頭家 都會等負責規矩 但是對消費者來說 今年百年會競爭愛家開錢 因為沒很多東西都起床了 請求保育一貫 今年賣三千塊 今年就要花四千塊 墨西哥海灣那個郵輪汙染以後 它沒辦法生產 所以它自然就漲起來了 烏魚子那個四兩的 去年是賣差不多四百 今年賣差不多五百 今年價格都上漲約是兩三成 因為有些產品類似像開心果 我們台灣是不慘的 都依賴進口 我去年是兩百多嘛 今年是三百多 下午才表時受到 關不了起床 完三地禁職 未經訂去品 計較嘗試人到的去 前行十五天的年會 大家是富雅提升品種 八年會時表時一定愛情湊 失水太過了 有怪味的賣北 只能夠吃到安心 啟假從哈佬等